微量提供酒調藝術 花擁立瓦潭文武廟的宗教文化 立瓦潭文武廟邀請全國48位酒調藝術家 以孤為主題 電視環球調客的創意酒股電腦 作品包括到望家具 忍者貴丁丁 並且並且拼請酒調藝術家 搭著100坑里頭的平安局 提供UK信仲來拔平安 花黨主張月29個到日月28號月子 為了要提供藝術 并請幫助民眾記憶求平安 日外貪文武廟在新春期間 基盤平安局的酒調藝術電腦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讓我們全國在調客台書 用一個共同典現的媒体 經過我們去年第一次 基盤平安局的拔局的畫廠 受到我們全國 對方國際的很多的迴響 所以今年就再次再來基盤 拔局的活動 這次有48位酒調藝術家來參展 其中少年培的藝術家非常有創意 作品包括蚊子 忍者貴丁丁丁 我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一個設計 例如說它裡面有像老虎的頭的烏龜 也有像河馬的烏龜 那也有像鳥的烏龜 就是集結比較多樣是 自己覺得有趣的一個創新這樣子 除了看電影以外 主辦人員也準備平安局 提供優惠信仗來拔平安 花菇成功可以將平安鮭 供奉回家 烏龜代表長壽 所以說家裡有一座平安鮭 不但可以做藝術品的一個欣賞 增加藝術的一個趣味性 而且也代表著征壽天福 既藤收結賞之意 立委鄉長廣議員 邀請鄉親過年來一座談文武廟 望酒菇求平安 烏龜在我們的中華文化裡頭 不僅僅是長壽 而且是非常喜氣的 一個非常代表性的一個動物 所以我想藉由在這個春節期間 也能夠讓很多的好朋友 一同來欣賞到我們台灣的藝術家 不同的這些雕刻的一個工藝作品 今年一樣 照著酒菇店 希望提供到我們的酒菇 愛好酒菇的好朋友 全國愛看酒店好朋友 來我們日子 來我們母媒的出場 想說要我們人家 來咖啡 想說吃我們上海好吃的香菇 來就過年期間 推電到相關的觀光華東 因為當年來辦理的連展的時候 響應非常熱烈 所以這次在文武廟 再次來辦理的第二次的連展 所以大家老師都非常踴躍 總共四十八位這樣 一段時間風景美麗 石俠民眾觀光路由 華東議一月日九九二月日八月日 既然環隆坤插風報導 睡覺 請坐下 好